觀眾朋友早安 今天是8月5號 還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西南風帶來的水氣 還是依舊非常豐沛 所以氣象局現在也發出了 一個山區暴雨 因為今天所有的對流包 都是集中在南部 尤其是在屏東 所以現在也針對了 屏東的牛角灣溪 來發出了防災的告警 尤其這些區域 現在的雨勢都會不斷的下下來 而且除了屏東之外 其實在台東 甚至在桃園以及新竹台中 現在也發出了大雷雨即時訊息 所以現在這些地區 如果要出門的話 提醒您要攜帶雨具 而且不僅會下雨 還有伴隨著是雷擊跟強震風 雖然現在卡努 已經變成了輕度颱風 但是可以看到我們台灣 都是位在它的低壓帶 而且也帶來了西南風 加上了地形抬升作用 其實昨天雨量都是灌進了南投的仁愛鄉 甚至當天的累積量 就來到了750毫米以上 不過今天在南投山區 雨勢會漸漸趨緩 現在全都集中到了屏東 所以可以看到從今天清晨 一直到現在 像是屏東的泰武 霧台 甚至三地門 都已經來到了100毫米以上 所以要提醒大家今天在屏東地區 雨是都會不斷的下下來 而未來一周的天氣 我們還是持續在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從週日 週一 其實山區還是要提醒您會有下雨的 而且現在其實北部 南部跟東部 天氣是完全大不同 因為東部在背風側可以看到 完全沒有下雨 而且還會有焚風 像是昨天在台東 就甚至來到了37度的高溫 而預計像這樣子的山區降雨 從今天中午之後 雨勢就會漸漸的趨緩 一直到週日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所以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仍然會有西南風所帶來的好雨 山區真的要特別留意 另外就是在東部地區 觀眾朋友了 天氣還是蠻炎熱的 以上是這一節的強資訊